8月23日,熊猫界的老兽星新星奶奶迎来37周岁生日,重庆动物园特意为她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,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送上祝福。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,游客们和工作人员用玉米面、苹果、葡萄、胡萝卜等十多种食材做了一个生日蛋糕。工作人员还特意用玉米面制作了几只大寿桃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这些食材都是新星的最爱。只见新星在饲养员的召唤下慢慢夺步出来。虽然步履蹒跚,但仍无法拒绝美食的诱惑,爬上饭桌。 面对各式各样的美食,新星挑选一圈后,她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大寿桃所吸引。 开始大快朵移,看到新星仍耳聪目鸣,胃口大开的样子,游客们都十分高兴。 目前,重庆动物园对新星格外关照,除了享受几名饲养员24小时护理的待遇外,还有丰富多彩的丰容福利。 食物配比量化更精细,由竹笋、混有米粉、豆粉等精料的糊糊、苹果等组成。 平时,饲养员还会根据她的身体状况,随时调整食谱,添减食量。 举例说,如果胃10公斤的笋子,我们给它去皮,去掉那个比较老的部分,最后可能精华的剩个4、5公斤或者5、6公斤的样子给它吃。 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因为它的现在牙齿老化,肠胃功能也下降了,我们给它精华部分吃,这样的话,有利于它的那个彩食。 据了解,新星,雌性普系号253,1982年出生于四川宝星县,1983年来到重庆动物园。 据饲养员介绍,按照一般熊猫与人类年龄的换算,今年37岁的新星相当于一位百岁的老人。 如今,新星共有137只后代,遍布世界各地。 大熊猫在野外,它的年龄一般是活到十几岁,圈养的20岁居多,有个别个体会超过30岁。 我们的大熊猫新星37岁,已经是目前全球现存的最年长的熊猫。 它相当于人类的年龄百岁以上。 遍布世纪